有机会我们能够照顾我们的家人 而不是反过来我们家人回来 到回来照顾我们 好好的生活就是对我们的 我们的父母最大的一个感人之心 对我们自己也负责 不要说任何人都是因为别人造成你 你这样的这样的局面 比如说你可以去找一下你的家人 你跟他们说或者是你的朋友 你比较贪得来的朋友 你跟他们说你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们不需要害羞 不需要担心 怕人家说这个人有问题 真正关心你的朋友和家人 他们是会关心你的状况 而不是说会去天流天出 责怪你为什么你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个性 在看视频的你有打算自杀的念头 我想给你的建议就是 你想一想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的宠物 包括可能甚至你的吉他 你的hello kitty 难道真的没有东西值得你留恋的吗 真的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末日 所有人都不了解我 四肢健全的人 我们都没有什么病痛 其实我们应该感激 我们有这么好的身体 而不是去埋怨 为什么老天不帮我 为什么我们活在一个很不富有的一个家庭里面 包括有些在孤儿院的朋友 其实你也不需要太过自卑或者沮丧 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跟短处 那么我们一些不好的想法呢 我们尽量去避免 或者是可能我们知道了 我们就去 就看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到报答 帮过我们的人 可能我们如果有能力的话 我们也尽量去帮忙别人 那么 我们也用这一种方式 然后尽量少批评人家 好嘴巴 嘴巴是用来吃东西的 不是用来骂人 或从口出吧 但是所以我们就尽量 有如果真的有有不好的事情 我们就说跟跟跟跟跟他聊一聊 但是不需要用批评 责骂这些东西来 来发现你的不满 反过来如果人家这样对你的话 你会有什么的想法 你会有什么感受 你也是不爽的吗 你也是不喜欢的吗 那么同样的 你这样子对别人 别人也是有这样子的 也同样的感受 我们社会已经有很多负面不好的现象 我们就尽量不要把这种不好的现象 影响到别人的情绪 别人的心情 去关心一下你身边的人 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可以解决的 就像我所说的 明天会更好 那么喜欢这影片的朋友 希望多多分享给你的你的身边的人 让他们有这个正能量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一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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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鸭鸭鸭鸭鸭鸭鸽